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黑神话悟空 21把武器大排名 黑神话悟空一共有21把武器 今天做一个武器排名 武器要怎么排呢? 如果单纯考虑强度那没法排 因为武器最终大家只会用那四五把 所以我这个排名呢 在考虑强度的同时也会考虑入手的早晚 制作的性价比 以及同时间段其他净品武器的强度 为此我也重新开荒重走了一遍西游 排名肯定多多少少有我主观的成分 大家也可以把自己有武器制作的路线放在评论区里 那么正片开始 顺序是按照最早可以获取的时间顺序 好 就叫做孙悟空 有木棍 30点攻击 初始武器 一个你不得不用没有其他选择的武器 嗯 也是但凡出现一根新棍子必然换掉的一把武器 而这个换武器的时机也出现得非常快 普通版玩家就在打完百一袖石之后 而豪华版玩家第一个土地庙就会换 所以这个我排在地 童云棒 豪华版专用武器 36点攻击 2%的暴击 没有被动 有木棍的尚未替代 它是比柳木棍好的 但它也比柳木棍贵啊 豪华版玩家真金白银换来的仅仅两个小时左右的数值提升优势 在普通玩家击败白衣袖石可以制作零棍双蛇后 这个优势就被迅速抹平 而且豪华版玩家也很可能会制作双蛇 然后彻底把这个武器弃之不用 嗯 这个我也排在地 零棍双蛇 击败白衣袖石就能制作 40点攻击 被动效果增加轻棍连击最后一下的伤害 大概在20%左右 在水中能够达到30%左右 对于刚玩不久的玩家会经常轻击连一套 所以这个被动效果是非常有用的 它的竞争对手是豪华版玩家的童云棍 和接下来会说到的瘦棍熊皮 嗯 首先呢 它面板比童云棍好 而且还有着不错的备用效果 其次呢 这个零棍双蛇的升级都很强 如果之后要做那些零棍武器 你就得先做一把双蛇 那既然早晚都要做 那还不如现在就做了 早用早享受 它面板没有瘦棍熊皮好 但瘦棍系列的升级比不上零棍系列 在前三张材料和零运比较紧张的情况下 为了节约资源 可以考虑暂时放弃瘦棍系列 所以我觉得双蛇在这个阶段是比较有优势的 所以排在B 瘦棍熊皮 第一张结束击败BOSS黑熊精后可以制作 玩家遇到的第一个蓝色武器 50点攻击和4%暴击 被动效果增强破影一击的暴击率 嗯 加上它本身给的暴击和打败大头而拿到的猫精宝串 破影一击内一下的暴击率可以达到三分之一 被动效果不错面板强度还是很好的比双蛇好很多 但是用不长久 考虑到前期资源有限 下一集升级也比较乏力 嗯 我排在C 啊 没 错啊 出云棍 60点攻击 30点防御 增加5%虚力劈棍的伤害 嗯 这根棍子也是我刚刚说瘦棍熊皮 用不长久的原因 出云棍打败 时赶当中后就可以制作 进入第二章之后打败沙尔 缩集6个缝木珠就可以打石赶当 初见你还有一个时先锋做帮手 可以把石赶当打成半血 可以算是黑熊今后的第二个boss 和瘦棍熊皮同为蓝色上瓶武器 制作他俩花费的灵印和材料都是一样的 但出云棍性价比更高一些 出云棍拥有不错的攻击属性 而且还加30点防御 虽然大家都知道防御属性在后期不值钱 但是在前期还是比较有分量的 这里我排在B 凌棍盘龙 击败吃染龙和小骊龙后可以制作 第一把可以制作的紫色特瓶武器 拥有的70点攻击是同期最高 还能够增加15%立棍的伤害 他的竞争对手呢 算是出云棍吧 出云棍即使有被动 三续P棍也没有盘龙打得高 缺点是 因为他是紫色特瓶武器 所以制作他需要非常多的领域 21000 而蓝色武器只需要8100 领域就可以制作 嗯21000 这代第二张可是一笔巨款 如果你这时候觉得立棍是你最擅长的打法 那B左很强 而且可以靠这个打到第四张 这里灵棍盘龙我排在A 兽棍雕属 第二张结束击败黄蜂怪获得 66点攻击7%爆击 被动是青棍第四射和凤花雨布会有封杀能增加攻击范围并且有伤害加成 对比比他早出现很久的灵棍盘龙 还有颈肥他出现的灵棍抗精 嗯 完全没有啥出彩的地方 而且他的升级要到第五张打完碧水精英座才能拿到 而灵棍盘龙的升级第四张就能拿到 而且很强 所以我排在7 灵棍抗精 面板是70点攻击和6%爆击 击败抗精龙就可以制作 第三张一开头就可以拿 被动是如果轻击前四下能够打中对手六死 青棍会残要雷电增加伤害 而且青棍终结式会多一道弱雷伤害判定 是普通最后一下伤害的25% 而且这一道弱雷判定也会吃爆击 如果成功给敌人挂上雷哲异常 敌人还会降低20%伤害减免 有最关键的是他很帅 帅等于攻特大 这把武器我用了很久 我个人是喜欢披棍的 所以盘龙和后面会捉到的储牌枪 都没有什么吸引我去制作 然后替换掉抗精的点 用灵棍抗精打第四张 甚至打穿第四张都没有什么压力 这个我排在A 储牌枪 小张攻死支线获得 7-5攻击 增加20%的戳棍伤害 面板很强 被动也很强 而且改变了攻击模组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游戏中期 也就是第三张第四张这样 利棍用盘龙 戳棍就用这个土白枪 非常强 我这个给到A 狼牙棒 第三张打败黄霉可以制作 第一个能制作的黄色先平武器 也是第一个需要金秤星制作的武器 石破增加棍死 非常多 如果打到这个情况 你已经是一个石破大佬了 那你将拥有源源不断的棍死 可以考虑待凑足足够的金秤星之后 做一把 但是如果你不怎么用石破 纯粹是掩残它的80点攻击力 那么别着急 稍微往前推一推 你就可以有一把数值更好 所以我这里排在B 几丁棍 第四张一开始打败二姐获得 80点攻击力 5%的暴击率 面板比之前的狼牙棒还要好一点 而且还是个紫色 稍微比狼牙棒便宜一点 被动效果是消耗棍是回血 但是这个回血效果呢 微乎其微不值一提 但是它面板强度还是有的 而且后续升级也比较强烈 可以考虑做一把进行过渡 嗯 我排在B 啊 要 坤棍 珠仙 第四张打败 只珠爱就能制作 面板是12%的暴击率 再加上85的攻击 这个暴击率已经很优秀了 如果这个时候你已经熟练掌握静之绝 暴击可以堆到50%以上 用它打完第四张绰绰有余 考虑到第四张结束就能够拿到羽氏一套 如果你第四张还拿到了下毒手和情狼仙 你的中毒暴击流派就算是有所小成了 打完第五张都不成问题 就算不管被动 不玩流派 光这个优秀的面板 也能成为一把优秀的过渡武器 我排在A 飞龙宝藏 打完第四张小黄龙获得稀有素材 然后需要打完慧月魔晶再拿到一个先天魂钢才能够制作 算是第四张快结尾了 拥有108的攻击力 第一个神针武器 增加20%力棍招式伤害 力棍3-4蓄力重击特效非常帅 而且还会给敌人上雷哲 用它一直打到拿到如意金箍棒都完全没有问题 即使不用立棍也是这个时候的面板之王 我排在A 昆棍白眼 第四张打败白眼魔晶制作 90点攻击 10%暴击 嗯怎么说呢 用来称暴击率比不上朱仙 攻击比不上飞龙宝藏 被动也比较鸡肋 昆棍系列的回复基本上都是微不足道的 它在敌人中毒的恢复量 说是增加了 但是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而且就图鉴看升级也到头了 没有什么亮眼的地方 如果你正在用朱仙或者飞龙宝棍 完全找不到替换的理由 这里我排在C 夜火杖 击败碎千锋 碎铜铃 火灵原母掉落三个夜火精制作阿成 30段蓄力能在地上打出一滩火焰 有100的攻击力 40点防御 10点火抗醒 我个人认为非常可惜的一把武器 首先 拿到的时候太晚了 面板没有很突出 其次 大多数的怪中了三四序之后会有一个大威尼 根本持不到的弹火焰 除非你三四序又打空了 这个游戏高中目缺乏玩火的手段 夜火杖本来是可以变得更有意思了 希望DRC能出一把带火的武器 用起来和广之差不多呢 夜火杖我排在 B吧 兽棍金金兽后过得105的攻击 10%的暴击 虽然没有奇奇怪怪的被动 但是面板非常强力 相当于用被动换取了高额面板 相比于之前很多奇奇怪怪鸡类的被动 高额面板没有被动反而让兽棍金金拥有很广的泛用性 如果不玩立棍 他的强度甚至超过了飞龙宝藏 可以用他来打夜叉王 也可以用他来打花果山的那些硬茶子 亡灵关啊 不云路啊 逼逼堂啊等等 这个时候资源也不是很缺 是值得做一把的 非常不错 我排在A 如意金箍棒 一周目结尾拿到 情怀之王 四周目还可以五序打出大胜模式和大胜女鹰 强度的话 嗯我只能给到A加 你但是谁不想做大胜啊 这是黑神话悟空 你买这个游戏总不是想来做奥狼神和牛魔王的吧 我排在S 三尖两刃枪 一周目打完奥狼神就可以拿到 135攻击 6%的暴击和金箍棒一样的面板 对所有戳棍招式有20%的增伤 我之前做的视频里 有很多都用了三尖两刃枪和不能的片段 评论区有还没有打过杨简的小伙伴就被这把武器的特效帅倒 他的特效小剑虽然帅 但伤害其实并不高 小剑主要是用来触发多平时攻击 回复元气 加速法宝和金破化身技能的冷却的 也可以用来触发未来猪效果 他还有一个用途就是配AOE一打多 这个游戏很缺乏一打多的手段了 三尖两刃枪就很好弥补了这一点 但是他的伤害上限抵不上另外两个SG 所以我给到A加 天龙棍 四毒龙王和抗金星君都会掉落一个龙珠 制作天龙棍需要9个龙珠 最早需要二周目第三章可以制作 面板怪物 140的攻击 9%的暴击 但这个被动嘛 电人前先电自己 用降低自己20%伤害减免的方式来换取高伤 刀尖少跳舞 如果不专门围绕他进行构组 就把他当成一个没有被动的万中的棍子 其实也还行 比如他打P棍 肯定比三间两人枪打P棍强对吧 暂时加上限也就比较低了 因为没有一个专门的构组嘛 所以我给到A加 昆棍通天 二周目打败白眼魔君可以制作 网上铺天盖地的什么百分百暴击 常驻百分百暴击 用的都是这把 面板是120攻击 25%暴击 这个游戏除了镜子 其他比如针网啊 炮酒物啊 给暴击的数值都太吝啬了 一个猫精宝串只给 百分之三 一个昆棍通天 相当于你在金池长老身上 耗了八个宝串 但是这个游戏给暴击伤害数值又给的很慷慨 所以提高暴击率可以大大提升伤害 配合普通镜子或者猴系镜子都能随随便便打出高额伤害 这就是昆棍通天的实力 妥妥的S 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游戏主打防守的套装 居然也是伤害最高的 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金箍棒加焰火套 就是那个伤害减免变成负30% 但是增伤25%的套装 和混铁棍加返品大胜套的伤害对补 而实际打斗中 牛魔轮椅流派 即使五周目也能像我一样站如银虎 能让高减仓的套装拥有最强输出 混铁棍功不可没 妥妥的S 嗯 啊 嗯 带我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一路走来 武器的选择是什么样子呢 大家心目中最强的武器又是什么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谢谢大家的支持 下一期见 粉丝